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我要回去 你在干什么 走 我只好帮她回家 我叫高子瑞 过程 有你们一点小惊险 不管都是小问题 就没有我高子瑞搞不定你的事 我们走吧 走 还会再见吗 又 tilted 走 Have a机会 前筍 我在 就是 有 雨 reside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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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见过晓晓 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想 我在那个世界里所经历的一切 是不是只是一场梦文啊 但如果 Jacky 也只是一场梦文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爱自己 有个姐姐告诉我 一百个人睡觉和做梦 就会有一百个不同的梦 每个人在梦里都可以经历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扮演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只是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已 你们要讲 你的决策很重要 因为你不但在扮演你自己 也可能在别人的梦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有些人在梦里只是个小秘书 但在别人的梦里却是个改变世界的科学家 有的人是科学家 在别人的梦里却是个秘书 有的人明明是老板 但在别人的梦里却只是个前台 有的人很花心 在别人的梦里却是个为情所困的美容院老板 有的人是幸福的准妈妈 在别人的梦里是一个厉害的鸡爪 有的人在自己的梦里只想嫁个有钱人 但在别人的梦里却扮演着社会精英 有的人是家庭主妇 但在别人的梦里就是帅气的警察 当然也有人无论在哪个梦里 都在扮演一样的角色 无论你们以后再扮演什么角色 要记住你的角色很重要 所以不用担心太多 只要勇敢做自己就好 还有的人就是太喜欢做梦 总是忘不掉梦里的事情 比如说我舅舅 舅舅每天都想着梦里的事情 坚信他可以见到梦里的人 不论春夏秋冬 他都去同一家电影院 都在同一个位置 他说爱情里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 必须用尽全力和全部想象力 并丝毫不像现实低头 只有这样才可以和梦里的人相遇 他的病该不会还没好吧 子蕊 生日快乐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有事 没办法过来帮你庆祝了 没事 你忙吧 来了 您的快递 说不定哪天我会完成实验 突然回来 吓你一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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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